乌来区长当选人周首信在地方是有不错的声望了 这次选举是以19票来显胜 不过疑似是卷入了这个会选的风波 它是招人检举是以一票的5000到1万元不等的价格来会选 日前检调大动作搜查新北市乌来区 因为疑似传出乌来区民代表及里长会选案 没想到这把火现在烧到了乌来区长当选人周首信身上 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嘉秀表示 日前已经到被告住家中进行搜索 新北市乌来区周信区长当选人 林庆区代表当选人以及高姓里长候选人等 涉嫌以每票5000元至1万元的现金 向选民会选等案件 在107年12月17号已经到周信被告等人住居所 总共实处执行搜索 面对乌来区选举不断爆出会选事件 乌来区民也很愤慨 有人认为是落选方恶意攻击 但也有区民说选民应该要节省自爱 不要被金钱诱惑 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以前的选举都很单纯 输就输了 没有讲些什么话 为什么最近就是输了以后就 哎 这个输了我就有讲差报 不要随便乱拿钱就对嘛 拿那个钱干什么 不要到两三天就没有了 对不对 不需要不要侮辱自己的人格 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嘉秀表示 目前林姓区民代表当选人及庄角 台北地院已经申请积押获准 全案都还在侦查当中 将会持续扩大追查 原则新闻那么六 新北乌来采访报导 新北乌来采访报导